OK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 如果說老師你這樣子做了一段 接下來你會遇到兩個情形 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的這段影片你這樣全部通通在一起 會很長 你也可以把這個影片呢 怎麼辦 點到呢 我可以把它切開 也就是滑到這邊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 這段影片A段到B段 中間你想要插入東西 怎麼辦 我就從這邊把它切斷 你看一下喔 在這裡有沒有一個分割 對不對 我就可以把它切開 這樣有沒有變兩段 這個就可以移套去的 這樣會了吧 等一下 一個是 第一種的話 就是直接把那些內容就散掉 現在不是 是我要把它插 弄開 我可能中間要補東西進來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說明啊 之類的 你可以像這樣就把它切開 那第二種就是說 如果你的影片 一段不夠長 因為我們這個手機拍了也許拍了好幾段 你想要把它接在一起 對不對 把它接在一起 一樣你就是再把這個交進來就好 比如說我現在叫第二段進來 好 就換這個了 進來的 那現在呢 那它在這邊所以就把它往後退 也沒說可以撈回去了 對不對 它就很單純 所以你的時間就撥撥撥撥到這邊 好就會怎樣 接下來就撥下一段 好就撥下一段 所以其實跟我們的那個 剪接軟體事實上是一模一樣 好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向上去處理 那等到你這邊做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影片輸出 不過在輸出之前 我建議老師先把交換檔給存下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交換檔在這邊 你看這個就有處理嗎 這個影片 你把它按一下 因為我剛剛一開啟的時候就有存檔 好 所以他現在存好了之後 我們來把它做輸出 輸出在哪裡呢 你要看一下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輸出的影片 從這邊 一旦如果老師要比較小一點點的話 建議就是用那個MP4 你看滑過去 有沒有那個Meg4 Meg4會比較小 那如果你要變成Flash影片 就FLV 也可以齁 就直接用這個MP4就好了 好 他就問你要不要包含字幕大範圍 這個都沒有差 因為我已經MP4指定好了 我就把它按OK 他預設會放到這邊來 有沒有 放到這邊 那名稱也會跟你的狀態名稱一樣 按OK 這樣他就開始輸出 會把我們剛剛的內容 就剪接成一個影片 好 這是最簡單的 而且我們又很省 目前只用到一張投影片 事實上如果老師的內容比較多的時候 你的投影片可以第二張 第三張 第四張 可以像這樣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假設在這邊 就可以再增加投影片 你就可以把一些段落把它分開來 好把它分開來 這樣我們再做的話 然後又會更輕鬆 我把畫面就還給老師囉 等一下我們再看最後輸出的成果 滿不滿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我這邊已經好了 你看 前面因為沒有生意板 然後等到一點點時間之後呢 就會把這個影片帶進來 沒關係我剛好拿那個後面 好我直接跳後面喔 好有沒有 所以還可以接受啊 那如果說萬一你覺得這個影片的聲音的大小聲 不甚滿意 或者我只是想要怎麼樣 怎麼樣 影片就好 不要聲音 怎麼辦 點到這個影片喔 或者從下面都可以 按右邊 也可以叫影片屬性 最簡單的點兩下就好 連問都不用問 直接進來 你看 你看 靜音 欸 這裡 我看一下 不行嗎 音樂不理 好現在 這個 應該可以調整 我記得這邊聲音是可以調整的 等一下我再確認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 就是把那個聲音 調整一下 那你也可以從這裡 這裡 有沒有一個調整音量 這裡 直接把音量降低 這樣就變靜音 這樣瞭解這個概念喔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做 因為有些時候 這段影片錄的時候太長 我只希望看到裡面的畫面就好 就可以像這個方式做 其實如果說我們 內容比較多的 你可以投影片第二章再進來 那跟我們的簡報一樣 請問簡報的順序如果錯了 老師會怎麼做 是用脫衣的 按著 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這個 在調整上 就有 比較有彈性 跟一般的剪接順序比較不一樣 剪接順序因為它是真的就是一段而已 所以你要做 有時候就是要調整的時候 相對比較難 各有優缺 各有優缺 所以您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 稍微把它看看 事實上它裡面還有蠻多功能 我可能今天沒有那麼多時間介紹 但是基本的 我們應該都有介紹到 所以 老師真的可以稍微嘗試看看 用這種免費的 我們就可以做到 效果很不錯的 固定說 一定要花幾千塊 甚至三萬塊 你可以去買那些簡介軟體